秦文公对秦国的建国 滚固成为一个国家 他的功劳还在秦相公之上 因为这个秦文公在位时间很长 一直执政五十年 五十年中 这个秦文公是秦国 真正地成为一个像不像样的国家 秦文公吸取了一个教训 说父亲一辈封为诸侯 一得到这个齐峰之地的许诺 就急语求成 举行大的祭祀 纪念咱们秦国的建立 所以他在太着急了 他太激动了 但是我可不 所以三年之内 这个秦文公没有动 他在考虑一个长远的规划 说守校三年也罢 他策划三年也罢 总之他即位之后的三年之内 啥也没干 那么三年之后呢 干第一件事出去打猎 打猎带多少人 七百人 这七百人带着是打猎嘛 如果是打仗呢 人就少了点 如果是打猎呢 人就多了点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次军事试探 因为他打猎不论说 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或者今天出去明天回来 或者打了一个月回来了 不是 出去了就一年 这打到哪里呢 他就打到了千位之会 所谓千位之会 就是千水未水的交汇住 这什么地方 这就是他们的老祖宗 秦妃子当年为周孝王养马的地方 为什么到这里看看 这有什么好看的 这位秦文公 到了这里之后啊 他在这里非常感慨地说 当初啊 周王把这个地方封给我们的老祖宗 秦妃子 让我们在这里建立诚意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人过去了 我现在回来了 看着这个祖宗 第一次受封的一块地 他感慨万端 这感慨还是表面的 实际上呢 他是想在这里 再一次地建立都城 这地方好啊 和建立都城 但是你放眼看看 周围都是什么人呢 周围到处是 西荣的各个部落 山头林立 你居住在这中间 你不怕吗 什么时候人家把他灭了 怎么办 一个有座位的君主 就是敢把自己的国家 放到敌人的眼皮底下 秦文公就做到了 然后他的人马 陆陆续续 从他居住的地方 移到这里 也就是秦妃子 羊马的地方 在这里建立起了 他的新的都城 但是周围的西荣部落士都 在没有统一好运的情况下 大家也不会一起进攻 再说他父亲秦湘公 也都建立过很多的外交关系 和西荣当然有很多外交 有很多联系 还有很多通婚 所以这样贸然地向他进攻 人家还不知道 谁会从中帮助秦国 也不敢下手 那么他搬到这里之后 仍然是休养生息 这地方不是最好养马的地方吗 养马 他的战马在这里养得标肥体壮 不但养马还要养人 他的士兵在这里 训练得非常精猛作战 有了这样一支队伍 秦湘公终于向西荣各个部落 足够地发起了进攻的号角 足够地收拾 足够地赶走 然后一直到达骑山 这个周天子开的空头支票 在秦湘公的手里 这一次算是都兑现了 拿到手了